师傅轻轻划开牛味 取出牛哥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残渣圣物 接着在网里面加入新鲜的牛胆汁等佐料 这便是贵州的黑暗料理牛饼火锅 它的味道奇臭无比令人难以下咽 但却是当地人招呼贵客的上品佳肴 不过网友常常会对其产生误解 都认为这些还未消化的残留物就是牛粪 那它到底是不是如同网友所说呢 这条视频将会告诉你答案 这里是贵州省的荣江县 它具有中国第一别城之称 不少的人们从各地牧民而来 就为了尝上一口正宗的牛饼火锅 一大早各大商家就来到牛市挑选牛 而一些行家往往会根据它的外表进行判断 像这头肉肥毛色光亮的牛 所产生的牛饼质量则是最好 买来的牛并不能直接宰杀 得养上半个多月 而饲料则是要每天从山上割下来的新鲜青草 并且还要将里面的杂物和老的草感丢掉 牛哥吃得开心了 所产下的牛饼质量就会更好 而且一天要定时喂养两次 待硕大的牛味充满了新鲜的青草且未形成牛粪时 师傅就会用小刀轻轻划开 倒出这团离牛粪只有一不知遥的鲜艳青草 接着加水后再进行反复过滤 最终就会得到一罐满满的抹茶 接下来将新鲜的牛肉牛杂一顿爆炒 待半熟后再倒入适量的牛饼一起翻炒 即将出锅时再加入牛胆汁 有了这些东西的加持 在入口的一瞬间 仿佛就像在你的舌尖上翩翩起舞 一口苦二口甜 三口就能通晓人生新境界 在这里 我强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品尝一下 我们在牛饼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以前都是达官贵人 房秦国旗才能够吃得到 像普通人还买不到牛饼 太抢手了 因为一头牛只有这么多的材料 只能起50斤 制作成汤汁也3到500斤 不吃过了 总感觉到心里面有什么阴影 吃过一两次 你就会爱上它 我们这个屠宰场一天能宰20头牛 宰的牛都要取牛饼 现在也不是说想吃就能吃 还是要跟屠夫的关系好的话 才能够买得到 我们这边很多人 一个礼拜不吃了就难受 基本上有这些店链来的 有的天天吃都不会觉得腻 会觉得少腻 然后这个牛饼的味道浓郁一些 你在旁边喜能闻到特别的味道吗 闻习惯了 习惯了 这个牛饼在我们这边已经融入每个人的骨子里了 现在是很普遍了 你小就开始吃了 几岁就吃了 在很多人的眼里呢 看这个东西呢 他们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称最好的食材在这边 我们叫白炒肠 别人看还是叫黑暗料理 大家可以各的理解吧 然后我再拌一下 那个是炒就不要了 下面我们还会再拌一次 把杂质上面漂浮了 杂质 那个就不要了是吧 那个不要 啊 有 有肚白炒肚还有这个牛肠 我们就是针对广大客户的需求 他们喜欢吃什么我就配什么 像些牛肝牛牛皮那些我们都不配的 他不是说不好 也就是大多数客人在我们这边 他不喜欢吃那个东西 因为便宜 他就喜欢挑贵的 他不要好的只要贵的 贵的东西肯定好是吧 他来礼品有八年了 一直都卖牛饼 想那么一天能卖出多少份牛皮火锅 牛皮火锅啊 像半期我一天我都会卖到六十多斤 六七十斤 半期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 两百斤 这都是新鲜的牛肉是吧 对 是新鲜的 炒牛饼的话我们是用这个菜籽油 油不要太多 太多了会腻 对这菜籽油 这个个人的口味啊 有油味辣中辣 加辣特辣 这是我们这边特有的香料 做牛肉的话 做牛肉的必味饼我们叫的五香叶 也叫三奈 白酒可以提香也可以提鲜的 刚刚过滤好的白炒汤 别来了 对 刚刚下去能闻到很特别的味道 我们做个中辣的话 大种口味的话 辣椒跟这个汤的比例 就是那么多 这个叫牛蛋 牛蛋 牛蛋汁 做牛饼没有这个的话呢 是没有灵魂的 这个苦 这个苦中回甜 一边的话这边 估计每天得卖三万 三万斤这个牛饼 这边做牛饼火锅的 可能上百节点有吧 有的一条街 可能有十几家都有 这种浓郁的牛饼汤就制作完成了 这一份的话 够七八个人 十个人吃 然后加肉 看一看牛饼在当地的欢迎程度 紧挨着三家 这都是一些早起的商户 七八点钟 然后就过来买牛饼 吃牛饼火锅 吃牛饼火锅 最多的就是吃牛肚和牛肠 堂下贵州最顶级的黑暗料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